可能很多南投乡亲都不知道 水里乡新兴村旧村陆寮坑 是陆荣的大宗产地 清明节前就开始进入陆荣的产季 为此水里乡长特别前往新兴村 和陆荣分享丰收的快乐以外 也预告水里乡公所将在3月23号 在车城举办陆顶季的陆荣产业宣传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陆辽坑的陆荣看到乡长陈奎又一来 都拿出他们最新采收处理好的陆荣 向乡长报告 陆荣产季已经开始了 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欢迎内行的消费者 能够亲自来水里乡新兴村 挑选自己满意的陆荣 让农民现场来处理 我们新兴村这边是 全部都在养陆 这边的陆荣大概全部差不多300 300多只 那我们这边的陆荣跟南港的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这边 一座山就是以乎人家羊 对污染什么都是最好的 不会像有的比较集中的 那你如果有怎样的话 比较会就是传染的比较快 吃的都是天然的 有植物 山子还是牧草 还有那个五花骨 那个树吃的营养特别好 陆荣的那个陆荣 不出别的地方的 他们很用心 他们所养的陆 的飼料 全部都是用有机的 我们的木草 都有荣药残留 对我们的人体帮助很大 现在政府也都在提倡有机肥料 所以说 我们新兴村的村民 很用心 水里乡新兴村旧称陆寮坑 是陆荣的大宗产地 清明节前就开始进入产季 为此水里乡长陈奎友 已高兴地表示 为了要让全台湾民众知道 水里也有新鲜的优质陆荣 将举办陆顶季产业宣导活动 预定在3月23号 在车程游客中心 举办一个陆顶季的 陆荣推广活动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 先到我们这养护 养护荣这边 让大家认识陆荣 尤其陆荣 对于我们人体保健非常的好 尤其是小孩子 对增强体力 还有骨壳 因为骨壳跟肌肉的发展 很有帮助 农民头顶挂着象征陆荣的装饰 让游客来丢圈圈的活动 在22号的陆顶季活动中 就能够玩到 包括吃陆荣餐 买陆荣相关产品 多可提早向水里乡公所 以及新兴村的农民来预约